5G网络下纯恶劣远程协同手术11月26日在湖北顺利实施 通过5G网络,湖北省襄阳市口腔医院的患者 手术情况实时传播至270多公里外的武汉大学口腔医院专家眼前 接受手术的患者是来自湖北神龙架邻区出生不到三个月的男婴豆豆 当天,襄阳市口腔医院院长手术主刀黄长波开始给豆豆做手术 手术全过程通过中国移动湖北公司提供的5G信号 和装有摄像头的直播系统传输到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由中华口腔医学会纯恶劣专业委员会首任主委 傅玉川教授等专家提供远程指导 远程传输的画质和声音清晰流畅 无卡顿,无中断,几乎实现了两地同步 两个小时后,手术顺利完成 我也是第一次尝试,我觉得很方便 基本上没有一点点延迟 我就想当面的指导他做这个手术一样的 我把我的经验很及时地给他 他是分秒不差了,按照这个 就可以接受,按照这个技术 就可以接受到我的指导 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将来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 这样就可以让更多的一些大夫 学到东西 也可以让更多的患者 在专家远程的指导下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效果 湖北移动5G办公室项目经理毛谦介绍 5G高速率、低延时、大连接三大特性 为医学影像、会诊视频等提供了良好的传输条件 随着5G网络在湖北省的全面铺开 将无边界地延伸到海内外各个领域各个层级的医疗机构 实现不同地域医生无限串联和类似现场的实时协同 我们随着这个技术的不断的发展 它的实验还能做到更低 会小于一个毫秒以内 那么那个时候就不仅仅是我们做这个手术的指导 然后我们实现真正的这样一个远程的手术 都是有可能的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